大家好,我现在在重庆 你们看我身后 楼跟楼之间是有这个连廊的 下面很高很高的 哇 我身后这段楼上面写着圣地大厦 跟我旁边这栋楼是连在一块的 我们看远处 远处那两幢楼也是连在一块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重庆的这个房子建筑密度非常的大 我感觉比上海的建筑密度还要大呢 然后他们很多这种楼宇之间都是有这种连廊的 我们这里目测下去大概有十几层 但是如果我从这边走出去 就我指的方向 我从这边走出去 走到外面 你知道吗 外面是一楼啊 外面并不是十几层了 外面马上就变成一楼了 车水马龙的车站啊 什么都有 而且这栋楼里面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店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栋楼里面既然有菜市场 药店 很多生活 还有那个早餐店 各种各样的生活配套 这里都有 这完全这个楼里面就是一个社区啊 我身后呢是一个酒店 我们往前走 然后这边是个菜市场 这里是个菜市场 是在这栋住宅楼里面 这个住宅楼里面还有菜市场 还有这边还有一家药店 这还有一家小店 这个是卖早饭的 这里有地方坐吗 阿姨 有地方坐吗 有 坐在哪里啊 我想 好好 我买一份冰粉 在这里吃份冰粉 这个卖冰粉的阿姨 她是在楼道里面开的一家冰粉店 我身后是楼道的电梯 然后这里是快递箱 我们可以看外面 这里是天井 这里是天井 这个就是重庆的特色 现在走到外面去 结果外面是一楼 后面还有那个 立交桥呢 然后还有公交车 这里还有车站 太奇葩了 明明刚刚是在十几楼 出来就是一楼 重庆的地形啊 太复杂 太魔幻了 我刚刚在那栋楼 出来是一楼 然后我身后 你们看啊 我身后的山上 他们房子全部都是建在山上的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因为下雨了嘛 如果相对于上面的住宅的话 我这边应该是属于富几楼了 已经是 然后重庆的天气也比较 比较变化 很大莫测 然后一直在下小雨 从早上一直下到中午了 一直没有停过 它雨也下的不大 这就是一只这种小雨一直在下 就是我身后啊 你们看到没有 我身后是一条 不普通的马路啊 我旁边的是一栋住宅楼 这个叫什么 康序市 然后这里写的是 请上二楼 然后我们往里面走进去看一下 其实 这栋楼 我们看着这里 我现在是在一楼 但是当我们走进去以后啊 你们看啊 其实我并不是在一楼 这下面还有好几层啊 看到没有 这下面我数了一下 至少还有六楼 至少还有六层 这栋楼也是一山而建的 你们看到这栋楼的装修啊 大概也是比较老了 重庆的楼真的特别特别的奇怪